我們再往前走 我們要去聞第三種植物的香味囉 這棵樹叫做香蘭 你覺得喔 到目前為止 太香了 聞聞葉子的味道 雖然這是叫香蘭的葉子 可是味道卻倒像是燒樹角的味道 再聞其他葉子 記住不同的味道 核對五個罐子裡究竟裝的是哪一種 這是福治文教基金會中區青少年班的課程 讓學生從教室走進台中大坑的森林裡 向樹老師學習它是如何保護大地 孕育生物 小朋友今天走出來之後發現 樹如果是被我們人類圈養在水泥花台底下 這些樹都長得不健康 那我們其實想要讓孩子去比對說 真正樹如果健康茁壯 它可以幫我們護住這個大地土壤 這個也是那個石粒的一種 石頭石 然後粒是一個木垃的粒 這個叫厚大埔 松鼠的話會喜歡想吃這個 各種種子排排站 有大有小造型各不同 這一站透過種子有些能飛 有些向棉絮飄散 或是透過水流飄到適合的地方 讓學生了解種子的傳播方式 不管它是透過水傳播 還是人為的傳播 還是它自己的力量 它都可以有今天動地的這種繁衍能力 可是一定要我們去尊重它的這個環境 幫它守護好 也是讓小朋友能夠了解到 什麼樣的環境適合什麼樣的植物生存 而不是我們喜歡什麼植物 就把它種什麼樣的植物 這樣子種下去對這些植物 原本它就不適合在這邊生長的 你再種下去也是白種 從正式種子到計算葉子的片樹 聞聞葉子的味道 觀察植物上的生命 孩子更能體會 大樹是環境生態重要的根基 記者陳佳樂台中報導 祝福